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黑暗 而且很多人都不会愿意接受的事实就是 你想要搞定一个人 首先就是不要描绘每条消息 至于我说的不是不让你描绘 是让你不要每条消息都描绘 因为今天要讲的是在微信上聊天 你要学会让对方延迟满足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 你这就是教别人调势对方呀 你这就是渣男渣女海王手段呢 先不要着急反驳 你可以先听我说完 然后选择接不接受这个观点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从前车马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以前手机互联网都没有这么便捷 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都是通过什么联系的呢 书信的方式对吧 就像之前抖音刷到一个视频 大家都觉得很浪漫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给心爱的人寄出去一封信以后 你会很期待他的回应 受到他的回信之前呢 你也许就会等个几天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期待胶着 期待他早是看到 在脑海中幻想他看到这封信的表情 甚至担心是不是自己写了错别字 早知道再检查一遍就好了 在这种心情上下跌宕起伏的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自己对对方的爱意不断地在加深 那么其实对方也是同样的心情 这就是延迟满足的效果 但是我们现在呢 微信聊天 对方给你发一句话 只要你想 你就可以迅速马上给出回应 然后他又马上给你回应 就这样大家互相秒为一个上午 甚至比如说手一直这样打字 累不累吧 眼睛肯定也会受不了 那么你的身体呢 就会感觉到疲惫 传着你的大脑 你的潜意识里就会觉得 啊 和这个人聊天好累哦 体感很不好 这么聊个一两天还好 你这么聊个一个星期试试呢 身体素质好的 能熬夜的 聊一个月试试呢 别说加深感情了 以后你可能看到他的消息角图 所以我们其实不仅要学会 不要一直秒回消息 也要学会不要要求对方秒回你的消息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对方是个整天 抱着手机回复你消息的人 那可能证明他上课要么不认真 或者上班一直在摸鱼 那和这样对自己一点要求都没有的人在一起 以后你们两个怎么会有机会 又有更美好的未来呢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正经事要做的人 不可能整天和机器人一样 抱着手机和你聊天对吗 除非那些付费聊天软件我就不说了 他们肯定会秒回 但是人家秒回是有工资拿呀 你们有吗 你们要求对方秒回消息 大概率会耽误对方工作 耽误对方回复领导消息 耽误对方跟客户谈项目 同时耽误自己做事 耽误自己挣钱 耽误自己的前途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利弊 而且物极必反 我们在利用互联网便利的同时呢 也要人为控制自己的行为 降低他给我们带来的不好的影响 我知道你们都觉得秒回很浪漫 事实有回应 但是当遇到人性和人际交往的时候 是不能这么操作的 秒回不会让一个人越来越爱你 优秀和有价值才会 而且长期来看 秒回反而会慢慢让对方更加远离你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闲下来的时候 跟对方回复快一点 秒回几条没有关系 当你真的有事前的时候 就好好地认真地做你手头上的工作 在工作或者学习结束以后 你可以再好好地回应他 或者直接跟对方打个电话 态度诚恳地说 亲爱的 我刚才忙我手头的工作 就马上联系你了 刚才老板说下个月给我升职加薪 想到我们马上就能凑齐房子的守护 我就觉得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其实在感情里面 所有的靠路都比不上真诚 只是我们要讲求 对方公共的方式 因为只要用更正确的方式 跟对方相处 才能更好 更长久地在一起 我们需要做个长期主义者 不要用一个接一个的 快餐式的短期感情 把我们的真诚都消耗殆尽了 好吗 对方提侣了 联系 孙句 颖玷 事龄 对方 decorated 优彤 我们 优优物 反正 文字幕 李宗盛